躺平的一天,从吃剩饭的午餐开始 40家两人从上海的老破小出发,躺到了泉州 泉州的三月并不比上海暖和多少 都说北方人冻死在南方 我们两个南方人也快被冻死了好吗 前两天,又天天在外面逛吃费钱包 天冷也不高兴出门了,就在家里啃啃隔夜饭 再买点蔬菜、豆腐、鱼丸 煮个汤,喝喝暖和一些吧 吃完饭,又忙着整理前几天积累下来的视频 虽说是躺平视频,但是做自媒体的都知道 更新跟躺平从来不沾边 还得感谢各位催根小主们 让躺下的我们又爬起来干活嘞 干活就是容易肚子饿 天气再冷也挡不住去传说中著名的阳光夜市的热情啊 这个阳光夜市应该是尽将最大规模的吧 霸气的占据了整整四条街 站在市场中央来看,前后左右各有一条街 小吃多的都不知道从哪个先下手了 肚子饿了,先来个填饱肚子的烤勺皮吧 看到有些摊位是用油煎的,感觉太油腻了 这家老板是烤的,勺皮都烤得鼓起泡来了 一看就是很专业的样子 选了个酸辣粪爪味的 一口下去果然外脆里糯 一点都不油,很清爽 里边还有酸萝卜解腻 吃下去肚子打个底,就可以选择吃海鲜啦 满大街都是卖生蚝的 空气中弥漫着蒜蓉的香味 十元五个这个价格也是太便宜了 买了五个试试看 把我给震惊到了 里面的生蚝在哪里 小的简直淹没在蒜蓉里了好嘛 但是瞄了一眼隔壁大哥 我去,他那盆为什么那么大 看来老板有点区分新老客户啊 气不过去找老板投诉了 他也很熟练的又补了个迷你生蚝给我 唉,算了,聊胜于无吧 去吃点其他再弥补一下了 咦,这一块块的像吃饭糕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哦,武汉牛肉豆皮 看上去挺诱人的 从来没吃过的东西那总是要来一份的 热乎乎的糯米饭外面包着薄薄的豆皮 里面还有很多牛肉粒 料汁调的恰到好处 舀上一口又糯又鲜 看来这个是买对了 一边走一边吃 一边还要物色下一个吃什么 看到一家虫子专卖店 这也是夜市里的一大特色 种类还挺齐全的 各种size的都有 壮观是挺壮观的,过个眼影就行了 吃就算了 哎,牛杂汤诶 正好主食吃的有点渴 风又大又冷 来一碗热热的牛杂汤是最好了 这家店主打一个清淡 牛杂炖的软软糯糯 捡几块萝卜在里边 盛上几勺白汤就好了 没想到里边最好吃的是萝卜 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萝卜呢 喝上一碗整个人都温暖起来 吃了没几个菜 我们两个小胃口的人就有一点饱了 最后吃个小食吧 这个像章鱼小丸子一样的东西没见过 叫做磕蛋烧 只不过不用面粉 而是用蛋液做底 里边放生蚝和虾仁 虽然生蚝是挺大的 但是感觉蛋皮有点硬 又有点像吃蛤蜊蒸蛋 个人认为没有章鱼小丸子外脆里嫩的好吃 不过倒是弥补了前面小生蚝的遗憾 吃饱喝足 打包一份半水果 好多水果都不认识哎 那就看颜值挑选吧 红红绿绿的都来一些 选了那么多 竟然只要15元 酸梅粉配酸水果 复复得认 嘴里甜甜的 但是注意了 这个叫油干的水果 谨慎选择啊 一口下去 那酸色的味道 让脸部都变形了 但神奇的是 只要忍住刚开始的苦涩 再坚持一会儿 回头就会有一股清甜遍布口腔 这不是人生的酸铁苦辣吗 我好想叫它人生果啊 逛完夜市 骑着我们最爱的小电瓶车回家了 没想到民宿竟然没有热空调 三猫晚上冷得都睡不着了 顺路再去买个热水袋吧 热水袋都换季打折了 可是泉州的春天似乎还没来 问一下泉州的小伙伴 你们真的不冷吗 今晚有热水袋抱着睡觉 就舒服多了 好了 那我们先去躺了 大家下回见